我們來看一下力量的作用 力量的作用在物體上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產生形變 你看看那個普悠馬 那連鐵軌呢 整個都被 都被殘起來了 連鐵軌都變形 鐵軌是直接插到車廂裡面 你有看到那個新聞畫面嗎 那可見了呢 它當初發生 脫軌的時候 那個衝擊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才會這個樣子 所以力量的作用會產生什麼 產生形變 第二個呢 還會幹嘛呢 改變物體的運動狀態 OK 什麼意思 我們一樣 用普悠馬號做例子 你普悠馬號呢 本來是高速行駛的 那這個 發生了脫軌事件 產生巨大作用力之後 它後來的運動狀態是變成怎樣 變靜止的 可是由於你是 在極短的時間之內 從高速的運動狀態 瞬間變靜止 所以這個 這個衝擊力 這個作用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OK 好 所以呢 這個力的作用呢 就讓普悠馬號產生了形變 也改變了他的運動狀態 好 這是我們力的作用 好不好 好 可是我們要如何測量 這個力量的大小呢 好 比如說你們這個 呃 會不會男生可能有時候 小時候可能國中比較會 現在可能比較不會 有時候會 來比說誰力氣大 對不對 會不會 阿朱巴對不對 可是這樣只能比說 我的力氣比你大 可是你的力量 力量到底有多少 你沒有一個數據去量測 好 那 我不知道你們 這個年代 你現在這個年紀 應該比較沒有遇到 你知道老師小時候呢 那個 到處都是電動玩具 你知道嗎 那夜市到處都是電動玩具店 你們你們大概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啊 好 以前的電動玩具店是 你們現在打電動玩具 好 我說的是那種大型機台的 大家都只能去那種 呃 百貨公司裡面會有那種湯姆熊 類似那種東西 你才會看到比較那種大型機台的 這個電動玩具 可是以前是那種 在夜市裡面有沒有 三部就一間電動玩具店 好 很多間很多間 然後其中有一個機台呢 老師印象很深刻 它是一個那個 有一個像是打那個拳擊的一個把 然後你會 它那旁邊有那個拳擊手套給你戴 然後你就可以去打 然後螢幕後面就會出現一個壞人這樣子 那你要打他 看你 他好像最多有三拳擊 你三拳之內要KO他 然後你每一次打下去 他都會顯示說你這一拳有幾棒 你們有玩過這個遊戲機嗎 那我們年紀沒有差很多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那就是把力量給量化了 可是我們的力量量化呢 植物上是要透過什麼樣的儀器來做一個測量呢 我們是要透過什麼 我們要透過彈簧 為什麼 因為彈簧是一個很容易去觀察它的形變量的一個東西 而且呢 我們對彈簧的認識也很單純 你只要給彈簧越大的力量 它是不是就能夠產生越大的一個形變量 好 所以我們會用彈簧呢 來量次我們的力量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彈簧的性質好不好 好 請你先看到目前的這個畫面 好 說明一下這在幹什麼好不好 好 說明一下這在幹什麼 來 這是說呢 我的彈簧啊 原本的長度是L0 可以嗎 那我一個力量拉它之後 它會被拉長 一段距離 好 那如果你用更大的力量來拉的話 它的被拉的距離會更長 你說老師 你這樣我怎麼知道你的力量有變大一點 我們學過向量了 好不好 你這個箭頭如果長一點的話 代表力量比較大 所以呢 我們發現了 對彈簧而言呢 你用越大的力量拉它的話 你能夠得到的形變量就會越大 那我們把這件事情給量化 用數學觀念式來表現的話 就是虎科定律 好 之後國中學過的內容 我們很快的複習一下 好 好那這個K呢 就叫做立場數 好那有些書會把它叫彈立場數或彈性常數都有人寫 可是最正確的名稱就叫做立場數 OK 好 好那再來 來 慣性 慣性 還記得嗎 高一教過 慣性什麼意思 物體維持原本運動狀態的特性 沒事都不會想要改變的 這跟人類有惰性是一樣 奇怪一旦養成改變是相當困難的 彈簧也是一樣 我們也是在原廠號的 你拉我幹什麼 所以呢 彈簧只要一被拉長就會想要幹嘛 想要內縮而恢復 內縮而恢復 所以你一被拉長呢 你會有一個內縮的恢復力 像是這樣 紫色的 OK 並且是兩邊都有 OK 好不幸的話 你自己拿一條橡皮筋出來 好 兩隻手這樣子拉長看看 你的左手跟右手都會感受到一個力量 想要把你拉回去 好 所以呢 我們在學這個章節的時候 每個人的鉛筆盒必備一條橡皮筋 好 所以呢 你最好在你的鉛筆盒準備一條橡皮筋 考試的時候忘記了 就把橡皮筋拿出來拉一拉 好 喚醒一下你的記憶 這樣算不算作弊 不算哦 這樣不算作弊哦 你放心的用 好不好 你斷考的時候 要還是一 今天考試說 你拿一根橡皮筋在那邊拉拉拉 說你作弊的話 來告訴我 好 我幫你處理 好不好 好 但是你要低調一點 你要在那邊拉 你那邊 哦哦哦 人家就 人家就不是說你作弊 說你在擾亂市場安寧 等下就沒辦法了 好不好 好 就輕輕的在自己的桌子 範圍那邊稍微拉一下 動作不要太大 人家以為你在幹嘛 搬家還是怎樣 好 在那邊搗蛋 所以我強調的重點是 恢復力 你要懂得話 好 一條彈簧的恢復力呢 一定是兩邊都有 它不會只有右邊想要恢復原狀 它左邊也會想要恢復原狀的 了解不了解 好 那再來 同樣的道理 來 我們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 不成文的規定 在高中物理的世界裡面 我們的彈簧 一律不考慮它的質量 一律不考慮它的質量 好 並且呢 我們整根彈簧的 每一個部分 好 的恢復力呢 通通都會一樣大 而且呢 在一個彈性限度之內 我們的拉力是多少 通常我的恢復力就會是多少 再說一次喔 你的拉力是多少 我的恢復力就會是多少 我們在高中物理的世界 會這樣子設定 好 解題的時候 你只要自己知道 這個是呢 大家都要知道的條件 清楚沒有 OK 好 你覺得合理不合理 當然合理啊 我就訪問你一件事情就好了 如果這個拉力 跟這個恢復力 不相等 那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不相等 那就是代表有力量作用嘛 那彈簧不就繼續被拉散 或被壓縮了嗎 就不會停在這邊啦 所以如果現在已經 禁止平衡在這裡了 這兩個力相等 那應該是蠻合情合理的吧 同意嗎 OK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的虎克定義裡面的公式 這個F啊 其實你們在國中學的時候 都是亂用一通 亂用一通 他嚴謹的身份 應該是恢復力 應該是恢復力 所以 你注意看 我們如果把這個關係式呢 我們又來了 你看 我們只要學了一個 新的這個關係式呢 我就會想要做圖 我就想要做圖 所以我們把它在平面桌標上面做圖 可以嗎 好 你看 我的 縱軸呢 是恢復力 橫軸呢 是我的形變量的話 好 我會是恢復力跟形變量成正比 那是一條通過一點的斜直線 好 那我如果化成這兩條呢 如果這樣子有兩條 代表現在的彈簧有幾根 有兩條斜直線代表是代表的相同的彈簧 還是不同的彈簧 不同的彈簧 那這兩根彈簧的性質會有什麼差別 它的差別是什麼 好 你看了圖 你要知道 它是由這個方程式來的 所以 這條線的傾斜程度 跟什麼東西有關 就跟什麼東西有關 立場數啊 OK 也就是說 立場數就是我這個圖形裡面的斜率 斜率越大的人 立場數越大 斜率越小的人 立場數越小 看得出來嗎 OK OK 好 最後 我們知道虎哥定律呢 事實上這邊要補一個負號 那為什麼呢 這時候就會很清楚了 因為 等號左邊是恢復力 看一下 恢復力向哪邊 向左 等號右邊叫做有方向的是dataX 只是形變量 形變量向哪邊 一個向左一個向右 方向相同還相反 所以當然要猜一個負號囉 是這樣子來的 是這樣子來的 好 你在國中學的時候 老實常常就跟你說 哦 應該猜一個 因為方向相反猜一個負號 但是你壓根跟我搞不清楚 到底是誰跟誰方向相反 然後反正解題的時候 你就 真的要用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直接在公式 一樣能夠得到答案 哦 那甚至在國中的時候 其實也很少用這個公式 你國中的時候 大概都學得知道 成正比的概念 力量越大 生長量越大 你大概就 只會這樣算而已 OK 哦 所以上個高中呢 我們就要做嚴謹一點的介紹 哦 可以嗎 好 這個部分呢 哦 好來整理一下 好 ATP XLiv What XLiv 好,整理好,我們要往後囉,可以嗎? 好,最後提起一件事情好不好 來,我們說 紅色這條鞋子線代表呢 是彈力常數比較大的彈簧 紫色代表彈力比較小的彈簧 可是 彈力常數大跟小的差別 到底是什麼? 好,來,注意了 K大,難拉,難壓 K小,易拉,易壓 並且最後一個提醒 我們在虎克定律裡面呢 力量的單位會是用牛頓 形變量的單位呢 原則上是用公尺,如果用sig 所以K的單位 就會是什麼,你知道嗎? 會寫作這樣子 可是它的意義是什麼? 它的意義就是說 我每拉長一公尺的彈簧 需要付出多少的牛頓的力量 它的意思是這樣 聽得懂嗎? 好,它的單位長這樣 它的物理意義是說 我每拉長你一公尺 我要付出多少牛頓的力量 好,它的意思是這樣 來,舉例而言 如果有一個彈簧的立場數呢 叫做寫成這樣子 你就要知道 哦,那我要把這根彈簧拉長一公尺的話 我要付出的力量叫十牛頓 這樣懂沒有 哦,它的意思是這樣 OK 好,K我們就往後 好,接著我們就彈 我們要教重要的這個彈簧的串並簾了 來 首先我們先看彈簧的並簾 啊,並簾並簾呢 顧名思義就是他們 他們並排在一起 就像路邊並排停車一樣 有沒有看過路邊並排停車 啊,並排停車是很危險的事情 等你們以後有長大 有騎車有開車的時候 千萬不要並排停車 因為這樣也會造成害別人發生車禍 所以呢,兩根彈簧呢 左右排列在一起 這叫做並簾 那如果你同時來拉他們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的感覺是什麼呢? 注意聽 你同時拉這兩根彈簧 對你而言 如果這是一個箱子 中間蓋住的話 你知不知道你在拉兩根彈簧 其實你不知道喔 你只是感受到 覺得有點難拉 還是還蠻好拉的 就是說 你 你猜啦 你就用一個想法 你單獨拉一個 K1或K2的彈簧的時候 單獨拉一根比較好拉 還是一次拉這兩根比較好拉 一次拉兩根應該算是比較難拉吧 所以可想而知 你這兩根彈簧並連起來 如果我們把它等效為另外一根彈簧的話 這個等效的彈簧的立場數 一定會比K1跟K2都來得更大還更小 更大還更小 更大還更小 這根彈簧的立場數 一定是比較大的 聽得懂意思嗎 OK 可是要怎麼變大 很簡單嗎 你就想要怎樣才能夠變大 就把兩個香蕉就變大了 OK 這就是我們彈簧並連的立場數的規則 彈簧並連立場數規則 可是我們要證明它 來我們假設呢 那我們出了一個力量 把這個彈簧呢 拉長了 讓他們有一個DataX的形變量 好 那如果你這邊拉長一個DataX 阿你這邊是等效阿 所以你下面也要拉長DataX OK 來說明哈 我在寫什麼呢 來我們這個拉長的過程呢 都是一個力平衡的狀態 所以先看上面這邊 我出的這個力量F呢 會跟呢 一號彈簧的恢復力F1 二號彈簧的恢復力F2呢 好 互相抵消 也就是F會等於F1加F2 這個關係應該是沒問題了吧 大家可以接受吧 OK 就像是拔河一樣嘛 大家勢均力敵阿 這個一個人的力量 跟這兩個人的力量相當阿 好會有這樣的結果 OK 好 但是呢 我們再看下面這張圖 如果這根等效彈簧在這邊 好 我們也會發現 這個病聯之後的彈簧的恢復力 他一個人的力量 也會直接跟F做相等 好 所以啊 也就是這個病聯的力量 會跟F1跟F2做相等 像是這樣子 OK 因為這兩個力相等 好 所以呢 病聯的 病聯的 等效彈簧的病聯恢復力 跟原本的 啊 兩根彈簧的恢復力相加的結果 要是一樣的 當目圈子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吧 好 那再來我們運用虎克定律 F等於K DataX 那我要先強調 虎克定律的負化值代表方向性 那如果你只是在討論一些 力量的量值 啊 的處理的時候 你是不用 不用考慮它的方向性的 可以接受嗎 OK 所以病聯之後的 恢復力呢 你就用病聯之後的立場數 乘以病聯的生長量 那一號彈簧的恢復力 你就用一號彈簧的立場數 乘以一號彈簧的生長量 二號彈簧的恢復力 就用二號彈簧的立場數 乘以二號彈簧的生長量 那你會發現 這個生長量全部都一樣 你就會全部消掉 得到這個結果 你就會全部消掉 得到這個結果 可以嗎 好 這是我們這個病聯的部分 好 這是我們病聯的部分 OK 好 好 再來喔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下一個概念 那串聯呢 來串聯的樣子你要知道 就像這樣子呢 串整一直線 就好像你去西北龍買關東煮 我覺得西北裡面的關東煮 我唯一還 唯一會想要吃的就是那個貢丸串 覺得還可以 他一根有幾根 一串有幾根貢丸 有沒有知不知道 蛤 三顆啦 三顆啦 兩顆十五塊也太貴了 不見是三顆 所以呢你就知道 所謂的串聯串聯的意思就是 把東西串在同一條直線上 就像是那個貢丸串一樣 所以要把彈簧呢 兩根彈簧呢 拉成同一條直線 連接著同一條直線 這就叫做串聯 OK 那我們要用一個力量來拉它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樣的效果 可以等效為怎麼樣的結果呢 我們可以等效為另外一根彈簧 等效為另外一根呢 立常數為K 串的彈簧 OK 好 那我們來看了 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如果用一個力量來拉這個 一號彈簧 各號彈簧的話 這兩個是不是都會被我拉長 對不對 可是呢 他們兩個人的生長量 你猜會不會一樣 Data X1跟Data X2 你猜會不會一樣 你覺得會一樣嗎 為什麼要一樣 這個這個 要一樣嗎 要一樣嗎 欸不用喔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告訴你 K1跟K2是相等的啊 除非這兩個彈簧是一模一樣的 否則 只要他們是不同的彈簧 即便你串在一起 然後你被一個力量來拉 他們的生長量也不會一樣 也不會一樣 為什麼 待會兒說說明 OK 結論先講 好 但是呢 你把他等下尾另外一根彈簧的時候呢 他會有一個 生長量 那你猜 這兩個跟他 這三個生長量之間的關係會是什麼 來我分享會有這個關係 可以接受嗎 合理不合理 合理啊 欸 你這邊生長兩公分 這邊上有三公分 所以總共生長幾公分 五公分啊 這關係是蠻合理的吧 OK 好 好 所以呢 我們就從這個關鍵式出發 好 從形變量的關鍵式出發 我們又幾個普克定律 知道什麼事情呢 來 我們的 形變量會等於力量 再乘以我的立場數 所以呢 第二台X串 我在寫法上面就會寫什麼 F5串 F5的力量 來除以呢 串連之後等效的立場數 K串 第二台X串就會寫F5除以什麼呢 K1 第二台X串就是F除以什麼 K2 好 會是這樣子 會是這樣子 好 但是請小心 嚴格說起來呢 會是這樣子 請看 來 1號生長量就要1號恢復力 2號生長量就要2號恢復力 可是你看看這個圖 細節來囉 細節來囉 我這個拉力F 要不要跟F2的這個恢復力相等 要不要 要 那 這個點來看 F1跟F2要不要相等 要不要 要啊 所以F1 F2跟F 通通都怎麼樣 所以全部約掉 來 來 這就是我們 串聯的時候 彈簧串聯的時候 的等效立場數的公式 OK 這邊要小心喔 這是K串分之一 會等於K1分之一加K2分之一 你要去做一個等效 OK 好 需要的呢 這個部分呢 做一下重點的記錄 做一下重點的記錄 好 特別是 這個力量的畫法 你要畫仔細喔 講義上面他畫的是不完整的 你有發現講義上面他只有畫 右邊的恢復力 他左邊都沒畫 好 這樣子是 這樣是不太OK的 好 這樣是不太OK的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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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一根大弹簧 那这个大弹簧的立常数呢 就会从原本的K变几K 3K 因为我们说过并联的话 你要心中要记的是 并联是变好拉还是变难拉 到底我们在上课啊同学 并联是变好拉还是变难拉 变难拉立常数要变大还是变小 变大 所以你要相加一个K 三个并在一起变三个K 这边是两个并在一起 所以他几K 两K啊 他两K啊 然后呢 题目问的是什么 他说 我发现呢 CJ组弹簧 他的生长量是生长多少 生长 呃 生长 诶 颗子是不是 C生长了一颗子 那 整体会生长多少 他说这件事情 所以他的 他的问法呢 是环绕在这个生长量上面 所以就看到生长量可以表示成这样啊 哦 那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力量在这边拉 哦 所以最后呢 我们会视为什么 这个 等于是视为什么 你知道吗 有一个立常数为K的弹簧 哦 跟三K的困在一起 再跟二K的困在一起 最后的结果是串联 所以呢 每一根弹簧的力量呢 都是F 都是F 哦 所以在现在这个状态呢 我的力量是一个定值 在此题里面 我的生长量会跟我的 哦 立常数呢 成反比 所以呢 人家问的是 最后整体的生长量 你就把最后整体呢 的等效的立常数 重新再算一次 所以呢 最后这三个人 K 3K 跟2K 串联串在一起的等效立常数怎么算 来 K串分之一 等于什么 哦 K1分之一 加K2分之一 加K3分之一 哦 就是这里的 K3K2K 这样子摆 OK 这样就摆放 然后呢 等到右边先干嘛 先通分 先通分 看看会变成什么样的结果 会变成6K分之11 对不对 哦 可是你要的这个地方 在分母哦 你要把它导数过来 所以K串要会是 11分之6K OK 哦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们就要跟题目给我们的线索说 哦 2K的人 升长了X 那 呃 11分之6K的人会升长多少呢 请看 来 因为我们的 行变量跟立场数成反比 所以呢 C比全部 啊 升长量 啊 C的升长量比全部的升长量 就会是用 啊 全部的立场数比上呢 C的立场数 这叫成反比 我们就可以写出这样的结果了 合不可以理解 来 你先这样整理 待会我再提供你另外一个看法 好不好 晓 reckless 我 放在我 这 怎么會 不是 这 你看 我 这 嗯 谢谢 君 欢迎 local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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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喔,我接個電話 喂,你好 對 對 沒人,應該有人喔 你再按一下電腦 對 我給你一個電話好不好 對,2788 3385 對 這個時間,照理想應該是有 好,謝謝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來,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想法 會比較單純 你這樣想 我們剛剛不是已經說了嗎 其實每 每一個彈簧 K,3K,2K,他們受到的力量都是F 這件事情大家應該可以接受吧 對不對,所以我們就 針對每一個彈簧 各別來練一個虎貨定律 你看好囉 我們對A好不好 F等於什麼 K Delta XA 對不對 對B呢 叫做F 等於3K Delta XB 對C呢 叫F 等於2K 然後呢 X 因為題目已經告訴我 它是X啊 所以你可不可以從這樣的關係 去反推 Delta XB 是多少 這樣應該就很直覺 蠻單純的吧 那你最後呢 再把Delta XA Delta XB 跟這X加起來 我跟你保證 就是這個答案 聽懂意思嗎 OK 好,所以這個觀念提供給你們 所以請你們自己去try一下好不好 所以你把Delta XA 加Delta XB 加X 算出來的結果呢 一定會是 OK 好 所以這個方式也請你們去嘗試一下 好,也請你們去嘗試一下 好,也請你們去嘗試一下 對 喂 喂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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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啦,一定有人在 一定有人在 你再按一下或打一下電話 一定有人在 他們可能在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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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人在 那我給 OK 明天早上 因為 因為你今天來 就多跑一趟 好 好 好 不然再安安看 不然就明天今天再來 但是早上不要太早 好 好 OK 會 會 好,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我媽明天生日啊 我買了一個禮物要給她 快遍要送來 萬一沒送來的話就麻煩 所以這電話我必須要接一下 不好意思 買一支新的手機給她 那手機有點太舊了 實在是看不太下去 買一支好一點的手機給她用 蛤 買那個小米A2 你有聽過嗎 還不錯 那手機CP值還蠻高的 就 就是 老人家 老人家 不需要打電動 好 所以你只要順 螢幕大 拍照功能不錯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OK 欸 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那 我媽是電器殺手 你買一支幾萬塊的給她 到時候壞掉 你會哭喔 我買一支大概七千塊而已 還好 壞了也不心疼 對不對 欸 所以對老人家的呢 你拿兩萬塊的 跟拿七千塊的 跟他們來講 他們沒差 他根本不知道 到底那個差別在哪裡 裡面的嘛 好 所以這題的結果會是這樣子 好不好 OK 好 再來 來 好 剩下的時間齁 我們可能來不及再解新的題目了 好 但老師想要跟你們分享一個 事情 我跟你們聊過嗎 那個 就是那個 昨天 浮游馬號有一個新聞 我不知道你們 過分你們聊過嗎 就是 呃 交通部說齁 為了要讓 呃 浮游馬號安全齁 我們要 把浮游馬號 過彎的時候的時數 從原本的75 降到40 你知道這件事嗎 知道這件事能舉手 有人有看到一些新聞對不對 好 可是大部分 可能沒有去注意 那我現在告訴你 新聞的重點就是這樣 他說 呃 在還沒有釐浮游馬號 發生事故的原因 調查報告結果出來之前 為了安全起見 我們把過彎的速度 從75降到40 你覺得這樣的一個 呃 一個方案 你覺得 OK不OK 來你稍微思考一下 再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家的意見 那我也可以再去查一下 自民主的社會 好不好 你可以有 各自不同的角度跟想法 都好的 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 現在高中生 對於這種重大社會事件的一個看法 好 好 那可以了 問題也清楚了 那請問 覺得這樣的做法 覺得還OK 沒什麼 太大的狀況 沒什麼不好的 請舉手 都沒有嗎 真的假的 那你覺得這樣子 不太OK的 舉手 好放下 那有沒有人可以跟老師說 你覺得不太OK的 你在哪 蛤 什麼東西 耗油 還有勒 然後勒 然後勒 他原本就是 他原本是一支的安全 跟 如唱可能就要拉反 你不太好 對啊 而且你這樣子的話 怎麼會用 再把 做法 好 來 我看老師就直接講了 沒時間了 來 因為我跟你講 這政策對老師來看 是覺得非常不OK 為什麼 來聽我說話 因為完全畫錯重點 完全畫到重點 普悠滿號的特色 它是一個傾斜式車廂 你在過彎的時候 它的車身會向內傾斜 為的是幹嘛 增加過彎的時候 所需要的向心力 所以呢 當初我們的過彎速度 75這個數據呢 完全是 一定是在原廠設計公司 經過多彎的測試 跟計算之後 給出來的一個 絕對安全的過彎速度 聽懂我意思嗎 甚至連誤差方向 全部都考進去 這個絕對是一個安全的過彎速度 好 當你今天 你不用馬號 好 進彎的速度是多少 你知道嗎 都沒有看新聞喔 140 欸 你用140的速度 衝進彎道 什麼車都翻了啦 好不好 什麼車都翻 除非是那種F1賽車 你在賽車場裡面 你才有機會 用這麼高的速度過彎 不然什麼車都翻了 我跟你講 所以 他根本畫錯重點 好 重點不在於呢 你的過彎速度 到底是75還是40 而是 你怎麼會 以140的速度 衝進彎道 這才是重點 所以那個官員在做 制定這個政策的時候呢 完全的搞不清楚方向 你就會讓 你就會覺得說 我們的國家 這些官員 拿在製作裝大便 好 所以你自己去 多了解這個重大社會事件 好不好 好 我們先到這邊下課 彈簧的分割 來 那彈簧的分割 是在出現什麼事情呢 來 注意了 好 簡單來說 我們先思考一個概念 我們之前是不是說 我們在做彈簧的串聯的時候 會變好拉還是變難拉 還記得嗎 昨天講的 把兩個彈簧串在一起 這會變好拉 那你可以推理的 可以推理出一個結果嗎 如果我越串越多個的話 那我這整個整串彈簧 就會變得越來越 怎麼樣 好拉 對吧 那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 反向思考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 我如果把這整串彈簧呢 再把它切切切切切 再把它還原成各自的小彈簧的話 那這各自的小彈簧的 這個 這些各自的小彈簧 一定會比這整條的大彈簧 好拉還是難拉 難拉嘛 對不對 喔 串在一起變好拉 那分開來就要變 難拉嘛 OK 你要先記個這樣的概念好不好 串在一起 好拉 喔 然後呢 分割開來 就會怎麼樣 難拉 這是我們剛剛呢 可以引導出來的一個概念 那什麼叫好拉呢 K小 K小 什麼叫難拉 K變大 喔 K變大 OK 一個是K變小 一個是K變大 好 好 所以我們就來做一個簡單的舉例跟說明 來 你猜喔 如果有一個彈簧 如果有一個彈簧 整個在這邊的時候 他的立場數叫做一個K OK 那如果我把它呢 分成兩段 換好一點 如果我把它拆成兩段 的話 這兩個小彈簧的立場數還會是K嗎 一定會變得比K大還是小 好 再問一次 我把一根彈簧 分割成兩根小彈簧 好 那這個小彈簧 會比原本的那根大彈簧 好拉還是難拉 難拉吧 中文都寫給你看啦 可以嗎 難拉K變大還可以變小 K變大 那你猜 喔原本是一個K 那一分為二之後 這個小彈簧會變幾個K 台灣的立場數你猜會變幾個K 你猜會變幾個K 啊 我告訴你 你原本是 原本的大彈簧是 立場數是K 你一分為二 的話 它就是OK OK OK 好 好 那我們直接呢 這個 這是一分二好不好 那如果是一分三呢 他們就個別都是幾K OK OK 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好 那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個結論 那如果說我現在不是這麼完美的都是均分 我們是一分二或一分三 這個叫做等 二等分或三等分都是一個均分的概念 但是如果我不是均分呢 比如說我是分割成呢 兩個彈簧 可是長度比是二比一 的話 如果是這樣子 比如說是這樣子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啊 左邊那個彈簧會是 多少 K 右邊那個彈簧會是多少 K 呢 好 我跟你講你先看老師的引導 你看講義那些公式 你看得懂我輸你 你看講義76A到77A 從76A最下面看到77A最上面 你看得懂我輸你 好不好 好 你看得懂然後覺得很簡單 然後 然後下一次再叫你導一遍出來 你會 那你真的很厲害 好 我先帶你用思考 面對類似的問題 我要怎麼看 要怎麼看 很簡單嘛 來 我問你喔 我最下面這邊是2比1對不對 長度比是2比1 所以2比1代表總共呢 嚴格來講總共分成幾份 總共分成三份對不對 OK 所以這一個剩下唯一的那個人一定是幾K OK 那另外一邊呢 那另外一邊呢 可以猜得到嗎 來說明 你就想喔 這個結果 你可以從這邊來往下推倒 為什麼 你本來是均分成三等份 OK 那你只是把左邊這兩份再串在一起而已啊 聽懂的意思嗎 那右邊這個呢 沒動啊 所以3K3K下來 那你在 你在思考一件事 我把兩個彈簧串在一起 我把兩個彈簧串在一起 我的立場數會變大還變小 變小 欸這兩個彈簧是一模一樣的喔 那會變多小 二分之一啊 對不對 你自己帶這個串聯的公式 有沒有 K串分之一會等於呢 K分 K1分之一加K2分之一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三分之一怎麼得到 好 帶串聯的公式 K串分之一會等於K1 分之一 加K2分之一 好 所以 還要寫下去嗎 這樣應該就很清楚了吧 OK OK K串分之一等於呢 3K分之二 來導數 2分之3K 是這樣來的 是這樣來的 好可以嗎 好繼續最後做一個 推廣 好 那如果我是五等分呢 我把它割成 3比2 什麼意思 1 2 3 1 2 3 好 好 那 這一段跟這一段的立場 是不是有個別的會是多少呢 好 會變多少 來 這邊呢 這邊呢 是不是就會變成是這個 左邊應該是 3分之5K對不對 對不對 右邊呢 好 非常好 好 所以呢 數字的部分給你們看 你們都會做操作了 你們都會做操作了 那我們就來再思考一下 那這個公式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看他講義的76月最下面 你看喔 他說什麼 像立場數K的彈簧分割成長數比 M比N的 喔 兩段彈簧 喔 那 這兩段彈簧的立場數是多少來 喔 KM等於M分之M加N K K等於N分之M加NK 這你記得住嗎 我是記不住啊 我也沒有記住過 好 只是呢 我們先這樣講之後呢 我幫你引導一次 你看 左邊這個是三分分的 這長度比叫做3比2 那 3分之5K的結果是怎麼來的 OK 因為我是本身是分到3分的長度的 所以我的分母是3 我的分子應該要怎麼寫 來 3比2 所以呢 總共是3加2 總共5分 然後呢 原本的K是多少 你就寫多少 聽懂意思嗎 再來一次 我這2分之5K是怎麼來的 我這2分之5K怎麼來的 因為我是屬於呢 3比2的那個兩份 所以我的分母呢 百二 那我的分子要擺多少 3比2總共是分五份 這邊要寫個3加2 這邊要寫個3加2 好 那你是由哪一段彈簧呢 去拆解出來的結果 原始的這一段 好 所以會寫K OK 我已經把 76月最下面的那個公式引導完了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所以呢 推廣 如果是 按照講義的比例 如果它是M 比N的話 那左邊這一邊的 立場數會是多少 我們來寫一遍好不好 分母一定是多少 分子呢 那原始是K 你就寫K 原始是2K 這部分就寫2K 聽不聽得懂 聽不聽得懂 逢你右邊這邊呢 立場數會怎麼變 你是N分 你分母就寫N 分子就是多少 M加N 你是有哪一個彈簧變出來的 K 好 那些下面證明挖勾的人 都不用理他了 都不用理他 OK 其實我已經證明完了 其實他用的是符號 我用的是數字 OK 但是我相信 你這樣看是比較看的 來這部分要整理下來 先講一句 你把它整理下來 好你把它整理下來 好看 好用 走動 好用 好像 好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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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